那要是优活真的停业了 会不会影响游客的夏天计划呢 屏东县政府昨天傍晚 把财罚书送到了墾丁优活度假村 告知业者从今天开始 三至六区营业处分 并且罚款12万元 优活表示优活的四个区 如果停业的话 度假村等于全费了 而且这四个区 有许多已经接受了团客的订房 如果停业影响很大 希望县政府可以给优活一个 弹性处理的空间 而优活董事长也表示 今天将会举行记者会 来说明申请执照的过程